今天的訊息是細心讀聖經,深信和應用 讀聖經的時候,不要一直以讀,而是細心留意地讀 讀完之後呢?深深的相信和應用 其實聖經有很多應許的 如果我用普通的說話來講,好像是武林秘笈 神的所有秘訣都在聖經裡面,當然神有更多智慧 但是神賜給我們,祂想我們學習的都在聖經裡面給我們 如果我們細心讀聖經,用心去讀,而放在心上的時候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很大提升 但是很多人看聖經就很隨意,看完又沒有應用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用心去看聖經 這個很舊的聖經是什麼呢? 就是在很多年之前開始用的一本聖經 其實我用過很多本聖經,有些已經記錄了很多 我後來又送了給人 這一本是其中我現在還有的聖經 那我就把它拍出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經文 看的時候大家去看一下我怎樣去記錄 怎樣去寫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寫的 我們今天都是會用這個經文 大家看不清楚這些字嗎? 我們可以… 不過這個就是… 這個示範而已 我下一張會比較清楚 OK 我們稍後再讀 那為什麼很多人… 很少看聖經呢? 因為這個時代大家都是… 很… 就是… 慣了用電子 什麼是用電子呢? 那就喜歡看電影啊 聽音樂啊 什麼都是被動的 很多都是被動的 那就令到我們呢 有時候呢 就坐下來看聖經 就好像有沒有耐性那樣 那這個其實是影響這個世代的基徒 因為現在基徒呢 喜歡看Youtube 那也是好的媒介 不過呢 就經常都是靠看Youtube 那個信仰的根基就是… 就是… 被動式的 那我們要學習自己的分辨 那我感謝神 當我信主之後呢 我真的用心去研究很多東西 那時候我未去神學院過 未去讀神學的 但我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研究聖經 關於耶穌的預言 舊約關於耶穌的預言 那我就… 有一次買一本… 就是去到書局 買一本聖經手冊 那我很開心啊 聖經手冊裡面呢 有列出基督的預言 那我就逐句逐句 慢慢揭來看 去慢慢研究 那還有呢 我就看聖經的時候呢 有些什麼信息啊 或者有些什麼字啊 我都很多時候會研究 將它拆開 即是說 那時候呢 我後來就買一本聖經類編 聖經類編是什麼呢? 即是呢 英文叫做concordance 即是譬如說 你查一個字 譬如聖靈 那它就會… 它就不是… 不是詞的 是字的 譬如說靈 那它就會… 聖經裡面有的經文 有個靈字 它全都出現了 那出現了 但它又不是一句 它只是一句仔 因為它的篇幅有限 它不是電子的一本書來的 於是呢 我就要… 逐句逐句 有時要揭來看的 其實我以前查聖經 研究聖經 我都用了很多這些方法 所以令到我呢 今天很多時候 經文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我立刻會… 在腦裡 好像翻電腦 那樣的 這個經文 譬如… 譬如… 耶穌有經歷過些什麼 有些人… 講過這些問題 或者… 神有應許過些什麼 那我會… 好像… 翻電腦 想回… 咦… 這個經文我看過的 那我就會… 找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 我由初信的時候 已經由這個心 去時時去研究 所以呢… 即… 我的聖經已經看過很多次 那我也經常聽 我經常播放 經常聽的時候 我又會留心去聽 我又會跟著他講 讓我… 記得這些說話 那這個都是… 我們可以在聖經裡面… 扎根的 我希望大家扎根 因為如果你想… 侍奉神 一定是要熟習聖經的 就是… 那麽多人… 很懶… 沒有心機讀聖經 第一就是懶… 就是… 很明顯 這是最… 最多人的原因 那另外呢 就是對神沒有心 就覺得… 其實很多人回教堂 不是一定對神有心的 他是對自己有心的 我很想得到這些幫助 我有需要 我不開心 我煩惱 我需要幫助 的時候他注目的是 我需要幫助 而不是說… 我對神有心的 另外就是… 覺得讀經不重要 我聽到便可以了 我祈禱便可以了 我經歷聖靈便可以了 總之我有信耶穌便可以了 那這個也是很多人 他們對於聖經 沒什麽興趣的原因 但是… 那時候呢 他們很容易會搖動 即有什麽事 立即搖動 還有你都沒有善用時間 即是怎樣沒有善用時間 即是怎樣沒有善用時間 即是時間呢 太多事情 真的呢 由早到晚太多事情 太多事情了 那… 那… 如果有空 不如… 看看電視啊 看看電影啊 聊聊天啊 Whatsapp 其實Whatsapp要用很多時間的 所以我都鼓勵大家 Whatsapp是管理一下 或者有些上網的工具 那我都跟有些人說呢 他們… 有些人呢 就在Whatsapp 經常都發人家的訊息 什麽資料啊 那我就跟他們說 你不用發給我了 那我就說 我因為收了太多 如果… 其實如果有些人 你的Whatsapp開著聲音 你可以真的差不多 你… 我不知道你幾多分鐘 就會吵一次 那你… 每一次吵的時候 你做一件事 然後呢 你又去看一看Whatsapp 你就可以說 你做什麽都做不到專心的 那… 所以這個是… 即是我的Whatsapp 老早已經翻譯了聲音了 那… 呃… 只… 依然有好多的訊息 那這個也是我要訓練的 有些人呢 他可以說是無聊的 那… 那有時我都會跟他說的 我問你這個問題 你自己去處理了 那…我已經跟你說了 那… 那…他再問我的時候 我Copy上次的訊息 給他就可以了 因為他要通過同樣東西 講回同樣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 就是… 我不會讓他 拿完我的時間 那… 這是我們去管理的時間 很多人就因為不管理時間 所以整個生命就會有問題 因為不深信聖經的應許 所以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不覺得神那麼好 覺得神很遠都不幫我 好像經歷不到 這是很多人的情況 覺得神很遠 因為他只是靠他的經歷 譬如說我又被罵 即是神沒有愛我 工作不順利 即是神沒有愛我 他就用這些經歷來量度神的好嗎? 但我來說我經常促實神 譬如我試過在有很多困難的時候 其中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都有一段時間很困難 經濟上很困難 那我就不會說 神啊你如果我這麼愛你 你應該快點恭敬我 我不會這樣跟神說話 我會說 神你一定有你奇妙的計劃 你一定會幫我的 一定會祝福我的 我只要依靠你一定會得的 那我就發覺 都是 就是說 有什麼困難都好 完全不去看 就是不去給那個困難品綁住 而去觸實神的應許 所以我對神的美善 我經常都很深信 因為聖經說 我真的經歷到 那我就抓緊這件事 那很多時候 因為人沒有企穩 所以他就信仰遙動走錯路 為什麼會有些人 要信了東方閃電 這個全能神教會呢? 為什麼會信了呢? 我也認識有一個 有一個基督徒的媽媽 以前在教會 現在去了這個全能神的教會 當我們跟他說聖經的時候 那他怎麼回答呢? 你經常都說那句經文 那不是說經文說什麼呢? 就是他用他的觀念 就是說 為什麼你只是說經文 我們說神 他們說的神 就不是天上創造天利萬物的神 而是他的觀念的神 就是說他的聖經根據 他不是用聖經回答 我們就說 如果耶穌回來 耶穌不會在地上出現的 還有這個 這個女基督很奇怪的 就是 地上出現了 但現在又不出現了 不知道他在哪裡了 又沒有提的 不提的 已經不提的 所有全能神的網 是不再提這個女基督的了 他起初的時候 建立就是女基督 現在那個女基督 已經不知道他在哪裡了 到底他的什麼狀況 我們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 其實有什麼地方 顯示他是基督 都沒有說到 他只是說 其實很虛無飄渺的一些教導 但為什麼他不會跟 就是因為他信仰不穩定 就容易走錯路 還有呢 有什麼困難 不想到聖經 譬如想到被人罵完 就是想到什麼 他那麼壞 我發脾氣 我不喜歡 就不是想到以善性惡 就是當我們看慣聖經的時候 譬如 不能夠搖說人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覺得 哎呀他真的壞了 但如果一個人 經常有聖經就說 我們不搖說人的過範 天父都不搖說我們的過範 立即聖經就會彈出來 那這個就是 如果我們熟悉聖經的時候 就會這樣 而思想情緒又會搖動 還有沒有力 沒有興趣 就是整個人就會失力 好了 而神的話語是很奇妙的 他能夠做很多事情 是令到我們整個生命都很享受 但很多人在想到聖經 就不是想到享受 想到聖經又要看 就是會這樣想的 但是當我們知道神那麼好 而神的話語那麼好 你觸實他真是甘甜的 譬如你經常聽我說 你在我前後還餘我 真的很甘甜 神在我前後還餘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祝福我 沒有人能夠叫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 我覺得很甘甜 就是他的愛經常在貼著我 當我觸實這些話語 我是有力量的 我一齊讀詩篇十九篇第八節 以後的憤慈靜靜能發揮人的心 以後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第十節 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物甘甜 且比風防下滴的物甘甜 神的話語是正直的 能夠快活人的生活 他是正直的 他是跟從真理的 他能夠快活人的生活 就是叫你的心歡喜快樂 本來是煩惱的 都可以變為開心快樂的 有些世代很多人都有煩惱 其實情緒病是很常見的 但是當你祝福神 神現在愛我 神現在和我一起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我是有很多原因開心的 神的話語是叫我們心裡快活的 你會不會不開心的時候 抓住神的話語 我自己都記得 在我初信的時候 我又不開心 我是會走街去游泳 沒想到立即祈禱親近神得力 但我後來慢慢就養成這種習慣 又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一有什麼問題 立即祈禱和思想神的說話 我就會得力了 耶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目 叫我們看得清楚 當我們看得清楚 看東西很不同 有些人看東西看不清楚 不是近視工看不清楚 他就會說 哎呀死了 考試考不到 死了 哎呀這份工做不到 哎呀被人炒魷 哎呀眼目看著那個東西 哎呀很慘很慘 很多人都是這樣 哎呀失戀死了 哎呀哎呀 沒有了沒有希望了 眼目是模糊不清 被這些事情搞妖 但是當我們眼目清楚的時候 我們就說分辨到人 都是有罪的 其中一件事 好影響我們就是 世人都犯了罪 但是我們很多人 接受不了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他做什麼 不要緊的 我就觸實神的話語 就是人能把我這樣 我就不受人的影響了 我又觸實神的話語 就是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神給我們能力 神給我們信心 能夠為神做更大的事 那我發覺我越做大的事 我就說 神啊你都可以提升更多 就是眼目看得清楚 什麼東西都不能夠害到我的 沒有人能夠拿出神的福氣 那我眼睛就會明亮 眼睛明亮的時候 有些什麼人不好的東西 我就能夠分辨到 有些什麼教導錯誤 我也能夠分辨到 也能夠看到 這個時代需要什麼 需要人真的 扎實與神的關係 不只是經歷 實際上太多人追求經歷 追求阿里路亞充滿 阿里路亞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 這個是好的 我都很羨慕聖年充滿 不過 我們總是要落實在日常生活的 我們一定要應用回日常生活 所以神給我一句說話 就是聖年充滿 一定要入回誤性 靈和我們的魂要相通 不要只是一個靈 我們聖年充滿 我們敬拜 會去到一個和神很密切的關係 但是這個密切關係 跟著要走出來 就是能夠活出神的生命 處理生命 受訓練 去走神的路 但是這個部分 很多人不喜歡 經歷聖年 很多人都喜歡 在這個第一個部分 就喜歡 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分辨到什麼是最重要 兩個都重要 同性關係重要 但同性關係 跟著應用出來在生活 和應用在侍奉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十節 都比金子可善無 且比極多的真金可善無 如果你看到 譬如 看到一塊真是純金 你知道一塊純金 如果你拿起重手 是很值錢的 金是非常值錢的 但是神的華語 比金更加寶貴 有些人說 不是 這塊金換了 神的華語 在我們心中 其實金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黃金只是金勢 但是神給我們永遠的福樂 並且給蜜金田 且給蜂房下滴的蜜金田 是金田的 當你一路想 神現在在愛我 神的應許 祂提升我的生命 祂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就會 整個人就會 有信心 有開心 還有 神的華語 會辯明 分辨我們的生命 我們本身的質素 一起讀 喜馬來書4章12節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應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刺入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辯明 這個活潑 就不是我們現在廣東話的活潑 其實是活著 意思是活著的 神的話是活著的 即是有生命的 神會透過祂的話 要做事的 祂是有功效的 會產生功效的 比一切兩應的劍更快 因為和俠本翻譯已經很多年了 這個快其實就不是快 是利的 是更加利的 它利不是切割普通的東西 而是切割人的靈魂 甚至於人的魂和靈 你裏面是甚麼質素 你裏面是為了自己 有時侍奉人都可以為了自己 可以為了享受 或是你為了神的天國 為了人呢 為了人兩種 一種是土人喜悅 另一種是祝福人 兩種的 是哪一種呢 最終你緊張的是甚麼呢 最終緊張的是 我們自己得到甚麼利益 我們有沒有婚姻 結婚 我們有沒有錢 還是我最緊張的是神的事 當我們緊張神的事 神一定會緊張我們的事 神就會分辨了 我們的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當然骨折與骨髓 就是一個形容 只是指到我們內心裏面 最深層的事都能夠刺入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夠辨明 而將來到審判的時候 神就將我們所有的意念 譬如在這一陣子 你坐在這裏聽到 你的心是甚麼心呢 你的心是說 神就說原來這樣說 我要應用 我要走出來 這個心神就喜歡的 但有時候 聽過了 知道了 整天都要做甚麼做甚麼 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分辨 我們看到神這麼好 我們就是神了 讓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我們的思念給你分辨 都是跟從你的 由詩篇119篇第105節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這個經文 你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即是神的話 就是 是我腳前的燈 一直指引我的路 是我路上的光 因為祂會帶領我們的路 誰經過夜話夜話 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神就會選擇 帶領我們走這條路 這條路 只要你肯走神的路 是會越走越好的 你現在今天 你可能幫一個人 你將來會幫很多人 我們中間 我求主幫助我們 興起更多的人 在我經歷聖靈的教會 我們出了幾個傳道人 以及出了幾個宣教士 都是神使用的 我們有三個去東南亞 兩個去日本 東南亞就是下面的部分 然後兩個去日本 另外也有傳道人出來 經歷聖靈之後 我們發現原來可以給神用 另外出了一個牧師 出了一個女傳道 我數一數一數 起碼我記得七個 神真的可以提升我們更多人 走在神的路 他那條路給我們指引這條路 你走在這條路上 神一路指引你 走在一條最好的路上 而當你喜愛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 就叫我們生命封聖 我們一起讀 詩篇一八零 第一篇第二節 為喜愛耶華的律法 昼夜思想 此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火樹 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指 業子也不枯光 凡他所造的 盡都順利 就是當我們喜愛 神的話語 不是只讀 是喜歡 一個喜歡的心 神的話語 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恩典 給我們智慧聰明 給我們神的同在 喜歡神的話語 趙夜思想 時時去思想 這個人便有福 就好像一棵樹 種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又不枯光 他就會不斷結果子出來 就是他裡面是很豐盛的 他裡面三出都是神的生命 神的愛 神的恩典 神的話語就有這麼美好的事 希望大家都養成這種習慣 去看聖經 看聖經 是要記錄的 你不記錄 你不記錄 你看完 你不記得了 並且學念聖經 因為練了之後 你才能夠真正擁有 如果有經文 你記得差不多意思 都可以用的 差不多意思都可以用的 但是差不多意思 跟你真的練到 都是有個距離的 好了 那我現在呢 看不見到嗎 現在 難不難 不過不要緊 我待會給大家看 看不見 這樣看不見 看見 後面最後那行看不見 OK 難一點 OK 不要緊 我們在這裏讀 我們讀完再去看那個 好了 羅馬書八章西二一節 我們開始讀 既是這樣 還有什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呢 然後呢 神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 誰能控告神所簡說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異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社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迫白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路體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者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盛有餘了 OK 這裏給大家看一看這幅圖 這裏先看一看圖 待會我們再看一看 這裏先講的 這裏看得到一 這裏有五個設文 五個問題 那我就在這裏寫 一、二、三、四、五 其實三和四是相連的 這裏有五個問題 有五個問題 有五個答案 而下下我寫了 下下我寫了 第一個問題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 這裏才能獨國 是嗎 這個問題是回應什麼呢 因為有時我們覺得無助 無助 如果無助的時候 神都幫我們 誰能夠敵黨我們呢 我這裏就寫了 這個幫助什麼呢 有爛時 有爛的時候 還有呢 有敵人的時候 有敵的時候 還有無助無力的時候 即是說呢 你有噴爛了 但這本聖經 因為這本是寸諸聖經 寸諸聖經 寸諸聖經是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回應 當我們有困難 有敵人 或者無助的時候 神如果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呢 即是 耶穌幫我們 沒有人能夠敵黨我們的 我們什麼都不用怕 什麼都不用受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神既非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了 喜不也罵 萬物和他 同白白的事給我 即是 神將來的兒子都給我們了 也將萬物一起給我們 第二 就是 缺乏 下面就是缺乏 即是 不夠東西的時候 神將兒子都給我們 所以一切都給我們 但有些人說 麻煩快點 快點 我現在很多東西需要 但又好像未那麼快到 我自己也有一些日子 是覺得未快到的 但是呢 問題就是 在這些日子 我肯繼續信靠神呢 因為神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生命 倚靠神 在那些日子困難的時候 我還記得 我在那時候 經歷四年充滿 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是容易很多的 但當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在那個地方 我要開事逢是很困難的 我還記得我走在路上 一直走的時候 覺得 什麼時候神會開路呢 但是呢 我就自己跟自己說 用聖經說 神一定為我開路 神一定為我預備的 那我就 觸實這些困難 即是神一定為我開路 而沒多久 神就開路 真是神是很奇妙的 一步 不過每次的路 就開一段時間 那我就說 到明年這一時 我就會知道 是會怎樣的了 即是到明年到的時候 就知道 但每一次 都要將近到的時候才知道的 但是這樣的日子 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都是 給我操練信心的時候 即是 神真的幫我們 那當時 有一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 如果你沒有試過這些 信心依靠神的日子 你將來 你不懂得教人 怎樣依靠神 因為我以往 是不需要 太信心的 因為在我侍奉 到時候 那份量一定會出的 而且 在我以前侍奉的中派 他是很缺份牧師的 所以你一定有試奉的崗位 一定有個大把的 他缺乏的數目是很大 只要你越以往 那些地方是需要的 而其實當時來說 是完全沒有這個困難的 所以在我來說 根本沒有這個 就是 要依靠神的心 但是在 試奉成長 當然有這個需要依靠 但是呢 當我 在 當我憑信心 開始試奉的時候 真的要 要靠神的 就是神將一切都給我們 正如將兒子都給我們 什麼都給我們 好了 那第三個問題呢 其實這幾個問題 都很實際 就是很實際 受迫巴 缺乏 然後 跟著就是 內疚 或者被人指控 誰能控告神所揀損的人呢 有神清偷人為二 其實第三和第四是類似的 誰能定偷不得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座就是神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 那這裡 第三 第四是什麼呢 就是內疚 就是 誰能夠 控告神所揀損的人呢 就是 我們如何處理內疚 然後 然後 第四就是 處理被人定罪 其實這個 神祖已經設給我們 就是講到這裡 神一祖 將兒子給我們 所以都慢密 這個是一祖次給我們 是跟那個有關的 神一祖將兒子給我們 也都一祖將一切東西給我們 然後第四呢 就是被人定罪 其實我們個個都試過 那樣東西 那我 我做平信徒那時候 事奉呢 就真的 容易很多 即是 開頭的階段 跟著做牧師 是很不同 為什麼不同呢 在我做平信徒那時候 事奉呢 那些人都說 哇 好好啊 你這麼愛主 就是對我好 好多欣賞 或者好 好 願意投入在我裡面 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有些我在 在我們的團契 所做的事情 他們都很歡喜 我曾經在學校裡面 做全府上工作 那些學生也都很好的反應 但當我做了牧師之後 早期是很困難 因為有 有同工的批評 還有有些人的聲音 我就覺得 嘩 要做到好好好才行 即是未夠好 那些人就會有要求 所以當時來講 在裡面 就有覺得 自己有一種失敗感 何時能夠達到他們的要求 心裡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被控訴 被指責的感覺 就覺得 真的要做到很夠完美 做到不夠完美 就有人出聲了 就是這樣 那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看這個經文 我就覺得很大的安慰 就是 沒有人能夠控訴我們 我們是很寶貴 沒有人能夠控訴 我們 只要我們有罪 我們灰改 神就赦免 我做得不夠好 我去努力 我一定可以向前 但這個 其實我後來 我接觸過很多教目 都是說 很多控訴 當我一說的時候 是呀是呀 那些教育 很容易會有些聲音 所以我們 也有時候 那些教育的聲音 未必只是對教目 也會對其他人 我們教堂 都沒有人關心我 都沒有人理我 他就會要求 別人怎樣對他 別人關心我 他又忘記了 他只是說 曾經有人關心我 不過以後又沒有了 好像少了 他只是要求 如果來到教堂 我期望 我每一次來到 每個人都會 歡迎你 歡迎你 真是好開心 每個人都會 歡迎你 歡迎你 如果期望是這樣 你會很失望 因為如果是這樣 每個人都要 互相去歡迎 但有些人 他又不自己不做 但他期望 每個人都對他 有種歡迎 當人不是這樣的時候 或者他有困難 人們又忘記了他 不過人家有困難 他又忘記了 他又忘記了 那個部分 只是記得我有困難 人又忘記了 這樣的時候 他又會有很多 控訴的聲音 所以教會 都可以有很多 控訴的聲音 但耶穌已經 神稱我們為義 我們在耶穌裡面 是稱為義 並且耶穌為我們 死了 從死裡復活 現在坐在神的右邊 替我們祈求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再擔心 不需要再憂慮 任何人的控訴 我們都不需要再擔心 由三十五節 誰能 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即是 有什麼能夠叫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因為有時候人都覺得 哎呀很困難啊 不知道怎麼辦 哎呀有沒有力量 神是不是在愛我呢 但在這裏 寶萊就講到 沒有一件事 無論什麼困難 這些困難呢 在當日來說 因為有很多是迫伯 有很多是迫伯 跟我們有些是不同的 現在呢 現在的基督徒 有什麼難阻我們呢 可能 朋友啦 人的關係啦 工作的問題啦 戀愛的問題啦 事業的問題啦 婚姻的問題啦 這些問題呢 都可以令到我們覺得 神的愛慕來到我們身上 那第五這裏 我們就覺得 神呢 很軟啊 或者不愛我們 在這裏第五那裏寫了 那這裏呢 就是我在MARK聖經的時候 我會這樣寫了這些 就是有些感想 就可以寫在那裏 自己看回 不過我看回 我都是說 這裏寫的字清楚些 不過呢 其實都算正的 那些字 就是這裏 因為我有些字 比現在更了 但是寫聖經 我就會通常寫 這裏呢 盡量清楚些些 OK 這裏呢 我就講到 人的愛會有什麽呢 這裏講到 因為基督的愛不立 沒有東西能夠隔絕 所以這裏呢 我就講到 人的愛會有什麽呢 會有失亡 人的愛會帶來 有些會失戀 有些甚至失父母 失有 會分離 Break up 關係會破裂 即是說 人的愛可以破裂 但是神的愛是永遠不會破裂的 好了 我們回回那些經文 那裏 黃馬書八章三十一節 翻上去就 去回這裏 是這幅 好 我們再看回這些經文 就是說 如果神幫助我們 誰能敵倒我們呢 那這幅圖 畫得很好 這隻腳好像很大 哇 他撐下來我頂不得順 但是有神幫助我 我可以很輕鬆 頂得順 一定頂得順 因為沒有人能夠害到我 因為神與我同在 神是掌管全世界 但就算我現在好像 譬如有一天被人逼迫 被人捉去坐牢 被人鞭打 被人折磨 但是呢 神是幫我的 我沒有什麼需要害怕的 我想問大家 如果有一天你被人捉去 被人折磨 用最殘酷的刑罰的時候 你能否相信 誰能敵黨我們呢 沒有人能夠敵黨我們 你會不會這樣相信呢 我希望大家都會 真的說 不要緊 我有神 我什麼都不用怕 我什麼都不用受影響 好了 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起不入 萬物和他同伯伯的刺吉 我和媽媽 就是神 這個 將祂的兒子給我們 左手邊的肚子 祂的兒子給我們 祂就傾倒下來 其實這個世界上 我們享受很多東西 我們覺得很 好似是必然的 其實任何東西都是很奇妙的 每一樣東西都很奇妙的 耶穌究竟太陽雨水都很奇妙 太陽雨如果近一點就會熱死 遠一點就會凍死 如果沒有雨我們又乾死 多雨的頭又浸死 我們有教會 弟兄姊妹的愛心 食物 環境自然界 我們身體 其實每一樣都很奇妙 我們看的生物 我和太太也有時候 喜歡看鳥仔 蝴蝶和生物 真是那種無奇不有 真是難以想像 每一種生物 有它那種生活方式 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我自己看到 我也覺得 神真的做這些 很奇妙的設計 所以神既然呢 將祂子給我們 都一切 祂既然這些一切 可以這樣預備那些生物 那些生物可以這樣 在那些泥那裏 在那些樹那裏 在那些葉那裏 一棵樹 它可以有很多生物生在那裏 一棵樹 其實是供應很多生物 在上面生活的 那如果神能夠這樣供應 我們的蟲仔 它也能夠供應 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現在我們是神所體重 我們是超越一切所有的人的 還有呢 雖然控訴神所簡算的 我不知道大家周圍 有沒有些人是控訴你的 習慣性會說你不夠好 比如家庭很容易說 你又不做事 你又不聽話 你又不勤力 你又不什麼什麼 這樣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站得穩 這裏左手邊就是控訴 這裏右手邊就是魔鬼會控訴的 魔鬼會控訴 但是神呢 耶穌和我們在一起 耶穌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當然我們不要讓魔鬼有更多控訴的機會 但是魔鬼是會控訴 魔鬼也都透過人 其實我自己發覺 這個是從我犯罪的經驗發現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這些經驗 未犯罪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些動力去犯罪 被情慾吸引 被怒氣吸引 被怒氣吸引 被怒氣推動 或者不喜歡某些人 即會有種原因去犯罪 但一犯了罪之後 後果是什麼呢 然後呢 就會很不舒服 被情慾影響 或者發了脾氣 或者罵了人 心就很不舒服 在很不舒服的時候 後果是什麼呢 就會覺得同神軟 就不想祈禱了 這個是我以往發生過很多次的情況 未犯罪就會有一種推動力去犯罪 反了罪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不想去祈禱 但是呢 我現在來說 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立刻親近神 立刻選擇 不要聽神的說話 不要聽罪的聲音 這樣的時候 就沒有了這個惡性的循環 如果不是有這個惡性循環 經常都覺得 又犯罪了 真是壞了 真是不好 真是 又會怨自己 真是做得不好 當我活在 即時時有罪立刻處理的時候 我發覺已經沒有了這種循環 即已經 我知覺的罪我都處理 我不是說我完美 但我一知覺的罪我立刻處理 那時候呢 魔鬼更加不容易控訴 那譬如假設 有個基督徒他依然有犯罪 那他可不可以處理控訴呢 他只能夠說 我真的犯了罪 耶穌卸滅我 魔鬼控訴我 不過耶穌已經卸滅我 所以我不用再被控訴了 他只能夠這樣 但當我們已經 即是說真的處理罪 每天都處理罪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用經常受這種罪的折磨 跟著處理 即他呢 就好像攻擊你 壓迫 令到你不舒服 然後跟著你就要宣告 耶穌卸滅我 所以我不用受壓迫 我不用受控訴 但其實是辛苦的 所以最好呢 就是 不要犯到罪 立刻處理的時候 就不用這種內疚了 我們感謝耶穌 就是耶穌已經稱我們為義 他呢 為我們死了 從死都復活 而且在神的右邊 替我們祈求 所以我們個個都很開心 可以呢 神聖滅我們一切的罪 還有呢 有什麼能夠叫我們 跟基督的愛隔絕呢 這裡呢 兩幅圖都在那裡 扯著耶穌 我們很需要你 因為我們真的 真的 要扯著他 而兩幅圖都是很貼近的 神跟我們很貼近 神的愛很近的 而保羅所說到 患難 困苦 逼伯 飢餓 赤身露底危險 刀劍 這些他是逼伯 他們的逼伯 靠著愛我們主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 下面那裡我沒有再說下去了 還有 還有我深信無論是生是死 是天事是掌權 是有能 有現在有事 將來的事 高處的低處的 他有講到不同的事情 但是呢 我覺得在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更加關切的 可能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事業 我們人生關係 我們的前路 婚姻 戀愛 這些事或者成功感 是令到我們有時覺得神很遠 但是如果我們說 無論什麼發生 神都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的心就會堅定 心就會觸實神 什麼事發生都好 沒有人能夠把這些拿走 我不是說 大家都要用同樣的方法 抹成經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其實有分開1、2、3、4 我用不同顏色 大家看到紅色和藍色嗎 紅色是神造的 紅色是補血 代表補血 藍色是定貪的罪 這是藍色的 定罪是紅素 屬於律法的範圍 而律法遵從就是綠色的 在這裡沒有綠色 定罪、隔絕 這些都是律法的 大家可以用這些方法 還有一些鍵詞 大家看到這些鍵詞 幫助 神如果幫助我們 有些我就圈著它 還有你發現 我媽的聖經 不是整行都抹著 是一頓一頓的 那些重點字 你看到我分開定罪 定他們的罪 我將它分開 隔絕 我將它分開一個個 基督的愛 靠著愛我忘記住 一切得勝有餘 就是我將一些鍵詞 圈著 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 當你這樣看聖經 你會更有興趣 你就這樣看過 你會可能的興趣旺大 因為當你這樣記錄 聖經 你記錄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記錄 就越發覺多東西 越可以有更多東西寫在旁邊 但是我經驗就是 那時候我還記錄很多 我現在記錄 就是重點字 更少一點 有時一個經文 我可能有幾個重點詞 這本聖經不是我最新記錄的 那本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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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一本聖經之後 我將全本聖經記錄 這也是我的習慣 我希望大家有興趣聖經 也會用心去看聖經 好 下面 神若幫助 這就是我總撥法 一起讀一讀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擋我們 神能將萬物和基督一同一起刺給我們 無人能控告神所簡說的人 無人能定我們的罪 無人無事物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無人能夠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無人能夠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神將萬物和基督和萬物一同給我們 無人能控訴神所簡算的人 無人能夠定我們的罪 無人或無事能夠叫我們與基督和愛隔絕 當你這樣看 你就會記得那個經文 聽完就會記得那個經文 我希望大家看聖經會有這件事 就會記得 並且你要記住第幾章 記不記得第幾章 第八章 這一章聖經是很特別講到神的愛 基督的愛是很多的 這一章 希望大家看聖經都會記得 在哪處聖經 好了 你讀了之後 你能不能夠第一 深信 深信 無人能夠敵擋我們 你信不信呢 第二 記不記得五點 第一 無人能夠敵擋 第二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 死了你喜不也巴萬物 和他同伯伯似給我們 接著 無人能夠控訴神所簡算的人 無人能夠定我們的罪 然後 就是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即是 深信 這五件事 在這個經文看完之後 深信無人能夠敵擋我們的 深信神會將萬物給我們的 深信無人能夠控訴我們 無人定我們的罪 無人能夠控訴我們 深信 我們的生命 就是 在神的內 最後一點 就是無人能夠 跟基督的愛隔絕 深信 第二 就是 有些什麼需要衝破 我們需要分辨 在哪一件事 我最受影響 其實逐點逐點都有 例如說 誰能敵擋我們呢 有沒有人在敵擋我們 我們覺得很難 我們能不能夠說 不要緊 他敵擋我 我不用怕的 我又會不會深信神的供應 在哪個位置我們需要衝破呢 當然 雖然 這個 譬如說供應 這樣 那是否你信供應 就跟著問題解決 又不是的 都是需要我們處理的 譬如你在工作上 做得不好 譬如有些人 他的功能不穩定 他未找到他的前路 那神都是透過工作供應的 那一部分都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有沒有做好我們的本分呢 那這個就需要我們自己 提升我們那個工作的能力 我們自己 跟人相處的能力 以至我們的工作 即是神可以透過我們的工作 來供應我們 也都整個生命是完整的 有些人他們工作不行 家人關係不行 情緒不行 睡覺不行 生活不行 每樣都不行 經濟不行 即是 都幾慘 那時候 他是不是說我信 神會公義我 他就搞定了 他都是要逐樣逐樣處理的 所以最好 就是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這些問題尚未發生的時候 就開始建立好自己 以至你工作的能力 人的情緒 你跟人相處的能力 一切都是在一個健康的成長 這樣 這樣的時候 是更加容易的 當已經是壞了 是難一點回頭的 有些人已經跟人相處很難的 因為他講話 只有他講 沒有人講的 他要講回 能夠聆聽人 是比較困難的 有些人跟人關係 很難有溝通 他要改回這件事 是難的 最好能夠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 建立成的人 無論他做什麼都會好 不僅是侍奉神好 他的工作會好 和人相處也好 所以這也是需要 我們去看看 我們生命有什麼衝破 這五點我們想想有什麼衝破 破口 需要衝破 然後定罪 定罪 定罪我們也不只是壞人 自己當然有做錯人來定罪 有時又不是做錯 會有人控訴我們 但有時是我們做錯的 我們做錯的位置 怎麼去改 以及與基督的愛隔絕 是否我們跟神關係不好 所以經常覺得神很遠 這會不會都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這也是需要我們去處理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有什麼衝破 我們要留意 以及能否應用這個經文 經常都深信 神的愛不能夠隔絕 神會幫我的 沒有人能夠敵擋我們的 神能夠供應 這些一切在我們生命裡面 是否深深相信 以及能否學去背重這些經文 去背了它 然後將不同的經文 按主題在心中組織起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聽到我講神的愛的經文 因為我將它組織了一個文件 我會看的時候 我會講給你聽 有什麼經文講到神的愛 講到神的公義 神的審判 神要求人結果子 即是如果不結果子 會怎樣的 有什麼經文講 我會講給你聽 耶穌回來會怎樣的 我會講給你聽 就是我將這些經文組織起來 在腦裡已經組織起來 這樣的時候 我們隨時不用說 我希望大家想不想看聖經 能夠這樣 有這樣的心 也能夠這樣學習 這樣的時候 我們心裡 都是時時能夠細心思想聖經 我自己都有很多次 我會特意去思想 譬如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是什麼意思呢 那時候我信了主之後 我就買了一本這麼小的聖經 這麼長的 這麼闊的 新的聖經 我就代了褲袋 那時候我托起水 即是我在暑假托起水 我後來想 其實很多空檔 因為他不用整天 有時那個司機 就會載到我們某處 就在那裡睡覺 因為 又能夠這麼快 回廠 就載到那裡睡覺 做什麼 那我就拿了一本聖經 出來 我就在那裡唸 念的時候 有時候我在那裡想 例如說 就是應用這些經文 我都希望大家 你有空就會這樣想 有空就找出經文 你今天五點 你想什麼 第一點 你有沒有能夠敵黨我們呢 有哪個人 我覺得他在敵黨我 我為什麼不給他影響呢 我深不深信 神將他的兒子給我 什麼都給我呢 我是不是深信 沒有人能夠控訴 就算有人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哎呀他又說我 我丈夫我太太也說我 我的同事又說我 哎呀我好慘好慘 那我能不能夠 將他的控訴 放手呢 就是這件事 怎麼去做呢 那我們就去思想了 那我自己 都是思想過很多 所以我學到 就是說人的說話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然後 有沒有東西能夠 我們跟基督的愛隔絕呢 當我們這樣用心 去思想聖經 你的信仰的根基 就會很紮根 很穩陣 尤其我希望 你有心事奉 我希望個個都有心事奉 每個都會在聖經上紮根 還有呢 能夠知道 哪些位是人 信仰上出問題 譬如我剛剛 以前我開過一個教會 現在是二十五周年 他請我做一個錄音 一個影片 他們會在這個慶祝 不過我去不了 回不了去 那我就會傳一個影片給他 那我傳這個影片 一方面我講回 當時開始這個教會的歷史 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做過 另一件事 我亦都有一些鼓勵他們的說話 那我就 反而他們的歷史 我就要寫 但是一鼓勵他們的信仰 我不用寫 我一講就會出口 就講到我們基督徒 如果真信耶穌 信心必定有行為 有果子 那有什麼果子 然後有什麼聖經根據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進入事奉 而什麼事奉我們可以進入 我就很簡單地去寫 去講出來 即是即是一錄就錄了 那這個都是 在我心裡面 當我一見到人 我就會有這個心 想去幫他們 因為我信仰裡面 我都知道 這些是每個基督徒應該做 但是我重複講一件事 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每一次講到這件事 我們信心一定有果子 哪六樣呢 大家記不記得 繼續悔改離聚 繼續信靠主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侍奉神 但我不是靠行為得救 是完全信靠耶穌 但是當我們信靠耶穌 就會有這些表現 這就是果子 而聖經是講到 當人沒有侍奉的時候 就好像五千 二千、二千、一千 埋藏在地裡的一千 它是要趕到外面 黑暗裡面 和那個沒有造在小子的身上 它是要進入永營裡面的 我就很簡單地告訴他們 但是我們在神的恩典 靠耶穌的恩典 不是靠行為 但是當我們有這個生命 我們就自然會出來 我就會重複告訴他們 不是靠行為的 就是我很清楚 知道這個位置 有很多人就會誤解了 在這裡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解釋 聖經被人聽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人家聽的時候 會能夠很清晰你所教導 求此幫助我們 你有沒有心 首先把聖經看完 新藥看 最好 如果你從未看過聖經 你就看新藥看 稍為熟了先 我就鼓勵看兩三次 然後才開始看舊藥 而看舊藥的時候 都同時看新藥 因為呢 如果你看舊藥 你停止看新藥 當你一看到利美記 看到藥白記 看到有些先知書 你開始就會 黑眼睡 你就會很難看下去 如果你需要這方面的幫助 你可以跟我們說 我都可以幫助你 有些教導都可以幫助大家 譬如我講這些 如果講聖經的背景 都幾詳細幾深 所以有些我就沒有去做 但我都會 賺時間去做 希望大家對於聖經 有一種愛慕的心 歡喜的心 有時我查過哪些經文 有時我就把它寫出 我的大綱 全本聖經的每一卷 那個大綱 我也都寫了 有些我特別有查過 研究過 我將它詳細寫出來 其實我以前在我們教會 我已經很多卷書 已經查過了 所以很多卷書我都熟悉 這都是我們可以 學習栽培 對聖經的熟悉 我們一起在這陣子 我們討告 求主賜給我們一個 醒察悔改的心 幫我們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們對於聖經是怎樣看的呢 我們有沒有對聖經的懶惰 求主耶穌 叫我們醒悟過來 到底我們是被什麼吸引了呢 我們是上了印去玩WhatsApp 上了印去看YouTube 看電影 或其他事情 求主耶穌你幫助我們 到底我們放在WhatsApp的時間 多 或是看聖經的時間多 在很多人來說 肯定是看WhatsApp的時間更多 求主耶穌你幫助我們 就是分配好時間 將你放在手裡 讓我們的信仰有根有基 能夠站穩 我們有聖靈的工作 也有聖經的根基 也有受訓練去侍服主 這些是我們需要的 教主詩恩 賜給我們動力 因為我們知道聖經是 滿有神的話語 神的恩典 是滿有能力的 能夠改變我們 我們需要神的話語更新我們 求主恩待 叫基督徒扎根 能夠站穩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能求主真是幫助大家 走出來 我們所信的能夠走出來 也都歡迎大家 你 在當的這過程 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找我 我可以幫助你 不過你找我也 這裏可以停 我也想選擇正的 耶耶